同学们,生活中有许多物品 像是奖杯、奖牌、餐具等 都是利用电镀的方法而使其表面闪亮,不易生锈 现在我们学过了氧化还原的基本原理 也了解了电解电镀和无电电镀的概念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动手做实验 实际进行电镀来看看效果吧 有电电镀,顾名思义就是利用直流电源的方式 例如电池或直流电源供应器 将一种金属镀到另一个物品上的方法 由于物体表面的状况会影响电镀的效果 所以在电镀之前,我们要先将被镀物用粗砂纸、400号砂纸 除去表面杂质和氧化物 再用细砂纸、800号砂纸磨至表面光滑 或使用清洁剂去除被镀物表面油污 而实验所使用的原理为 当直流电电子流通过电解质水溶液时 氧极会发生化学反应 使电能转变成化学能 以本实验的反应为例 氧极的反应为 在电镀槽中,氧极星棒氧化失去电子 变成新离子进入溶液中 因极的反应式如画面 在因极处,新离子得到电子而吸出于铁棒表面 整个电镀反应的全反应式如画面上方反应式所示 上述实验需要的药品及器材有 电池组一组 含鳄鱼夹支导线两条 铁棒一支 心棒一支 电镀液为20毫升的0.16M新离子溶液 400号砂纸及800号砂纸各一张 50毫升的烧杯一个 25毫升的两桶一个 内装蒸溜水的洗瓶一个 试镜纸数张 以及天瓶一座 在实验中 我们将心棒连接直流电源或电池组的正极当作预度物 而铁棒则连接负极当作被度物 开始电镀前 需先将铁棒用砂纸清洁及抛光 为了观察实验的结果 清洁完毕的铁棒及心棒 先用电子天平称重 并将重量记录下来 接着取20毫升 含0.16M新离子的心电镀液倒入烧杯中 并将铁棒以黑色鳄鱼夹电线连接电池负极 而心棒以红色条鳄鱼夹电线连接电池正极 最后将铁棒与心棒放入装有新电镀液的烧杯中 打开电池和开关就可以开始电镀咯 计时5分钟观察并记录阳级与阴级外观上的变化 看看是否有气泡产生 溶液颜色及心棒 铁棒外观有发生变化吗 想一想 如果电极与金属连接不正确 会发生什么事呢 电镀进行时 阳级与阴级均没有气泡产生 溶液的颜色保持透明无色 心棒外观有凹凸不平 被侵蚀的样子 铁棒表面在溶液中的部分出现银灰色固体 若连接错误便无法将心金属镀到铁棒表面 溶液也可能出现颜色 电镀完成后 取下铁棒与心棒 用蒸馏水充分清洗铁棒与心棒 去除电镀液后 以示禁止轻轻触碰 吸干水分后 置于天平上称重 并将实验数据记录下来 我们来看看实验结果 比较心棒及铁棒 在电镀前后质量的差异 想一想 是什么原因造成质量改变呢 合者的质量增加 合者的质量减少 增加和减少的质量相同吗 为什么呢 扬及心棒表面 心原子失去电子 成为心离子进入电镀液中 静一段时间后 心棒质量减少 因即因心离子得到电子 而还原出银灰色新固体 在铁棒表面沉积 冲洗 干燥称重后 可得知质量增加 阳积减少的质量 与阴极增加的质量 约略相同 因为阳积和阴极 通过的电量相同 故理论上 阳积氧化出的心离子 与阴极还原出的 新原子的量 应相同 因此 增加和减少的质量 应大致相同 除了使用直流电源的方式 进行电镀 也可以在不外加电源的情况下 利用还原剂 使电镀液中的金属离子 在被镀表面 还原成固态金属 逐层沉积于固体表面上 此种电镀法 我们称之为 无电电镀 本实验是利用 含全机的葡萄糖 作为还原剂 使电镀液中的银离子 还原成银金属 附着于试管内壁 形成银镜 其反应如画面所示 无电电镀实验 需要的药品及器材料 试管一支 10毫升两桶一个 250毫升烧杯一个 10%葡萄糖水溶液 2毫升 10%的硝酸银溶液 2毫升 15M浓氨水2毫升 首先 取2毫升10%的硝酸银溶液 置入试管 再将浓氨水逐滴加入 并摇动试管 仔细观察溶液变化 当溶液中产生棕黑色沉淀时 再持续缓慢滴加浓氨水 并摇动试管 使之混合均匀 直到所有沉淀消失 溶液澄清及停止 接着 于试管中加入2毫升10%的葡萄糖水溶液 使其均匀混合 静置3到5分钟 观察试管内壁的变化 若没有反应 可用烧杯装约60度C的温水 将试管置入 进行温水浴 再观察试管的变化 我们来看看实验结果 澄清的酵酸银银水溶液 加入葡萄糖水溶液后 我们可以观察到 金属银吸出于试管内壁 形成具有镜面反射效果的银镜 此即为还原剂 还原金属离子的无电电度 若是将铜棒 置入含有芽铁离子的溶液中 也能进行无电电度吗? 接着我们来进行实验讨论 1. 进行有电电度时 电池该如何与芯棒同棒连接 准备适当浓度的电度液后 将电池正极连接玉镀金属 也就是与芯棒连接 电池负极连接被镀物 也就是与铜棒连接 2. 为什么我们要将被镀物表面 研磨抛光? 若不研磨抛光 电镀时会发生什么事? 研磨抛光是为了去除被镀物上的杂质 让表面平整 若不研磨抛光 容易造成金属吸出的厚薄不均 镀膜的结构松散亦脱落 无法达到保护被镀物的目的 3. 若被镀物导电性不佳 该如何进行电镀? 如果被镀物导电性不佳 则可使用无电电镀 利用还原剂与金属离子反应 使金属离子还原吸出为金属波层 沉积在被镀物品表面 达到电镀效果 由于进行电镀的电镀液中含有金属离子 而许多金属离子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所以进行电镀后的电镀液不可随意丢弃排放 本实验使用的电镀液属无稽眼类 应遵守老师的指导进行回收集中 再交由环保单位处理 让我们来做一下重点整理 1.有电电镀是利用外加直流电源的方式 将一种金属镀到另一个物品上的方法 进行有电电镀后 玉镀物及被镀物的金属质量变化大致相同 2.无电电镀是利用还原剂 使电镀液中的金属离子 在被镀物表面还原成固态金属 沉积于被镀物表面 3.进行电镀前 需使用砂纸将金属表面研磨抛光 避免在电镀中导致镀膜一脱落 同学们 看完本单元 你是否已经学会有电电镀 及无电电镀的实验操作了呢? 欢迎与我们分享你的学习心得哦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